呛呛三人行 咱们昨天还在说 旧金山摔飞机 寒雅航空摔飞机的事 我就提出一个 我老就有点担心 飞机毕竟是人开的 这个人天天上班 上几十年 干着一样的事 我就说他能不能保证 次次都是全身贯注 其实我总是有 有时候我坐飞机 我也瞎替他考虑 我说这也是你的命 这个驾驶员 对吧 你不能不认真 但是有时候 你知道你那天 说到西方的机师 有的时候更猛 你知道有个电影 据说都有一定的 真实的原型 就是那个单速华盛顿 最近拍的一个电影 就叫一个航班 他讲的是这个飞机 多年的老驾驶员 酗酒 酗毒 吸毒 最后飞机出了事以后 实际上是飞机出了 这个危险情况 他吸了这个可卡因 上了飞机 但是我都认为 可能也正因为 他吸了这个可卡因 他这个高度兴奋 临危不乱 高度发挥 至少在电影里 什么表现的 飞出了一种 人类没有飞过的 就是这个飞机 轮子 怎么出了毛病了 他最后就把这个飞机 倒着 下边 飞过危险区 最后就停在那 但实际 就是这个片子 它是有一个背景 就是他最后上法庭 就是说 有一些飞机师 有这种嗜好 那么实际上 就潜伏着这种危险性 所以我就 老是挺担心这种事 你是不是也觉得 自己现在做了这么多年 主持人有点 感觉上有点懈怠 或者是有点疲劳 有点疲倦 早点刺激 我不能保证 每一次还都那么认真 但是我不认真 死不了人 观众都活得好好的 那倒是 他都不看 那更健康 对不对 但是飞行驾驶员 这个事 不是 你说到这 既然说到这 我就再多说一句 就是那天聊起 这个寒压航空出事 这个事 我有一个朋友 弱弱的说一句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这应该不是事实 但是他说了一句以后 当时我们所有人的旁边 都觉得有可能 为什么那么说 就是他说 韩国的飞机 就是有一种可能会出事 就是因为 他那个机师的英语 他说的可能 不太听得懂 然后那边塔台的人 就没有办法 及时的给予帮助 原来最后他一直说 听不清 没听懂英语 我看一个报道 因为我怎么不懂 他说梅语中左右 向左向右很模糊 听不清楚 他说听不清楚 我觉得左右这事 一定得听清楚 这个事据现有 我所查的资料 它是所有因素的聚合 比如说那个机场 那个自动导航装置 关闭了 但是关闭 已经关闭了 好几个星期了 因为什么那有 什么施工 或者什么的 所以这个实习生 他是手动 去降落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说通信信号 他最后传出来的 就是说我听不清 听不清 听不清 是吧 但不知道是语言问题 还是技术问题 反正当时我那朋友一说 该不会是他的那个英语 没就是就是听不懂 还是怎么地的 然后我当时想 不会因为这个吧 反正这个是操作上的事 我是碰见过 就是我也当时也挺胆寒的 就是当然我也应该感谢人家 就是我坐一个航班 人家这个飞机师啊 看咱们节目 认识我 但是他这个邀请啊 我比较害怕 他说哎你到驾驶上坐坐 他说看看我们开飞机 可以抽烟呢 可以抽烟 我说谢谢 你好好开 抱相换 当然也很感谢人家 很感谢 我碰到鱼机长出来了以后 跟我说说马先生也来了 说我这个鱼机长 鱼机长 我第一反应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他说没事 他说没事 那还有副驾驶呢 就已经到平了 飞了43个小时 对 他跟你聊天 聊会儿天 那个没事 那个是在平稳状态 主要是降落 降落比起飞还危险 行 反正这是题外话 但题外话说的也不少 今天本来聊的不是这个事情 今天本来聊的 跟飞机没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富婆有关系 今天本来我是想说说这个陈振聪 陈振聪 进了牢了 而且是众判 据说 12年是吧 对 是12年 说是他的那个罪行 就是封顶 最多也就只能判14年 所以众判到12年 陈振聪这个事情 我在香港 我听见香港有人私下里讲 这个事情特别 怎么说呢 值得思考 他的这个遗嘱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是百分百的 不是百分百 最后等于说 是一种什么东西 做了一种 但是你也不能说 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 这个跟某种 陪审团制度有关 跟这个法律制度有关 你看这个陪审团啊 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它是个法律的外行 但是这种法律的精神 在于什么呢 就是相信这种案子 最终啊 依靠人类平均的常识 大家 这个良知常识 逻辑理性 就可以做出判断 OK 那么说陈振聪这个人 从某种道德的角度上讲 太恶劣了 而且你看他香港法官 咱们过去以为啊 像香港肯定是法治社会 那法院法官说的话 肯定都特别 这个这个法律条文 其实不是 其实反倒是我国的判决书啊 最少这个道德的词 在你看咱们的判决书啊 都是依据什么什么刑法 多少多少条条 最多说两句啊 就是情节恶劣 影响极大 最多有两句这个 可是你看看香港法官那个词 说你无耻 你贪婪 你已经陈振聪 你已经从小天天身上弄了30亿港币 你还想贪图 把他的这个家产谋为己有 那简直就像是一篇道德训事 嗯 你知道吧 就是哎 他这么谴责你 那么这个东西 这个里边的真是 等于说陪审团最后 对 六个市民还是几个市民 嗯 他共同 他们是多少个市民 好像是五比一 是六比一 好像是 反正就一个不同意嘛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此 就是这个陈振聪啊 跟他没有关系 就是我说的没有关系 是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或者婚姻关系 这两条都非常重要 嗯 婚姻大于血缘 这是个很奇怪的人类现象 就是按理说血缘是第一位的 但是你最近那个人是没有血缘的 就是夫妻 因为你有另外一层关系 那关系呢 是直接的自愿的 所以你就大于了血缘关系 如果这两个关系都没有 那你就说不清了 咱们假设啊 假设陈振聪是他儿子 是我儿子 不是不是 是小天天的儿子 这位只跟我说 对 如果是小天天的儿子 这个最多是个民事 怎么他都弄不成形式了 就算他造了假 你都说不清楚 就是天 坡上钉钉他造了一个假 你也算不成了 为什么呢 就是家族之间的 有很多说不清的事 比如说 比如说 他就说小天天是 是是他妈 说他 是妈这么说的 当时虽然没血 但是我出一不分 我自己也造了个假 这是可能的 对吧 他因为没有这个关系 所以他就 法官的这种探词就非常重 就是贪婪 这个东西不该是你的 按照我们的常规判断 就是如果这儿子好吃懒做 是一食恶不赦的人 那理论上也该是他的 对不对 他是血缘 是文化 文化认为 但是我看了这个报道 我还挺有兴趣的这个事 然后我看了 我看了一些花边 我觉得有点意思 因为陈振聪啊 就是到后期 不是官司打了七年吗 就说了好多 好像意思就是说 我是陈 其实我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关系 但其实我是小甜甜的 那个感觉好像是情人这样的 这样的 这个说不出来的 他就因为他是这么说 他是情人这样的关系 但你看判决的那天 就是就好像就是昨天 就反正这几天吧 这几天 然后判决那天 他妻子在下面泪流满脸 反正我看文章是怎么写的 对 就从一开始就开始在那流眼泪 但如果你说你老公在外面跟别人有情人的关系 然后现在判他是吧 然后而且因为他做了这些坏事 然后这也挺讨厌的什么的 钱都被什么法律没收什么乱七八糟 你也是没钱的一个人了 他还骗你 那外面有其他的情人 不管他是富豪还什么呢 他不一定是骗的 这个过程啊 有可能他太太也知道 甚至也不排除 他们两个共同的 有可能啊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你知道 那我想多了 对 他这多少年呢 他跟小甜甜之间的这个关系 实际上逐渐演变 包括这个整个家庭 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就发现 好像那天我就说谁啊 马云呢 不是有一句名言说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这跟我的生活经历 一点都不吻合 我认为 我认为这辈子 我觉得 什么事都是开头说 不是钱的问题 最后都是钱的问题 就是我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你记得当年有个电影 叫 就是说 一个富翁说100万美元 很著名的电影 100万美元 跟你女朋友睡一觉 对 当这个金额呀 人人格就是价格 当价格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事情不一样了 比如说 如果说咱们这个夫妻俩呀 要能谋他1000个亿的时候 你想想啊 对 你说世俗里说了 我老公跟这富婆 睡一什么觉 你得看这个标的物 这个标的物要不同啊 大家会放弃原来的原则 那就不 但我觉得 要叫你 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 我当时看见 咱俩要是夫妻 你说 我去跟他去陪他一晚上 但是咱的标的物可能是5000亿 哎 李爱 我跟你说 把他吓着了 你难道还不让我去吗 你送我到门口 我当时看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老婆还泪流满面 然后多么的那个 然后他还那个进去的时候 就是陈正聪进去的时候 还那个微笑 温暖的微笑 对着老婆还摆了摆手 这么两人还抗礼情深的感觉 我说太奇怪了 刚才你因为说 我明白了 这挺可怕的 你知道 这个事 咱们再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张开羽翼 往陌生的方向前进 看见世界 看见人群 I see you 你的眼界 可以转动世界 长容航空 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慧圆酒精黄 年份暖江 古井贡酒 一点是动动手指 打开新界面 一点是丰富 手机随便挑 号码任意选 登陆10086.cn 中国移动门户网 服务您的每一点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家 1986到2013 红星梅凯隆 27周年 我给你看 你听这慎的话 到后来陈振聪信了基督教 然后香港明报报道 他被裁定 判求12年 到赤柱监狱服刑 那地方我也去过 外头 然后他的妻子 谭妙青 6号中午12点多 带着日用品探监 逗留一小时后离开 习惯跟丈夫一块回教会的 他那天看完了 丈夫如常到清衣 参与教会聚会 碰巧教会 他每周都有个金句 来自于旧约 来自于圣经的金句 碰巧那天讲的金句 你知道是什么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你说香港的媒体 多会发觉 而且香港的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广东人 经常会说一句话 贪字最后得个贫 贪 就贪那个字 跟贫 贫 贫 贫穷的贫 贪字到最后就得个贫 就是如果有粤语说 贪字最后得个贫 绝对是 但是两个字因为很像 然后放在这件案件上面 就是绝对是吻合的一塌糊涂 这里还说明一个问题 是很多人忽略的 你知道 一个人有巨额财富的时候 随着他年龄的增长 他身边的凑上的人都是坏人 随着他财富越多 年龄越大 坏人就越坏 那肯定的 你看他这就是个例子 小甜甜身边怎么能碰上这么一人 对不对 所有人凭直观就知道这人是一坏人 就凭直觉 对吧 为什么这么判 跟很多大部分人的直觉是相关的 我身边我见过很多老先生 身边有东西 比如是古董 我为什么说要把古董捐了呢 就不是我的 你还别惦记着 谁都别惦记着 如果你老了 你的判断力就下降 我想我现在的判断力没有问题 我过二十年 过三十年 我就说过五十年 我一定是个老糊涂 那我身边的人一定是阿谀奉承的 一定是基于你的各种财产或者名望 就是你肯定是有利用价值嘛 所以呢 这些人 一个有巨额财富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注意看 古今中外身边全是坏人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 我看见过很多 有很多老先生 比如我们过去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啊 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是比较不错的人 随着他年龄增长 越贴上去的人就越坏 越阴险 越能说那种低三下四的话 因为好人是有人格的 他不去说 对 没有目的 不去图 为什么小田田能跟这个 这叫什么玩意儿 陈振通 为什么跟他那么能够推心致富呢 就因为阿能说所有你爱听的话 他能放下身段的所有来贴上你 你有一个尊严的人是做不到的 你要有目的 有目的的人是可以做到的 没目的的人也做不到 我凭什么那么无原则的 是吧 他为什么能做到呢 就是他能够在最后 你问我真的假的 他反正是弄了他好多钱 就是合法的 三十亿呢 是合法弄的吧 三十亿 前三十个亿是合法的吧 就是说什么叫知足啊 他真的他就常乐了 他要知足三十个亿 就够了 他三辈子也花不完了 我就是今天还 我的最腐败的生活 对对对 但是就是想搏 你看香港人有一个 你的澳门赌场 他们叫一小搏大 我觉得他这心情 什么心情啊 这要搏赢了 整个华茂 对王国 搏赢了 那当然是上千亿 对吧 但没搏赢 就是 我反正作为一个穷人 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说 都有三十个亿了 还有八百多亿干嘛是啊 这咱们穷人的想法 真是爱有 主要你没有三十个亿 所以你没法想 对对对 但是马先生 你见的有钱人多 这种你看我们没钱的人 特别爱有这种想法 你是坏人的 你老接近那些人 不是 是这样 就是说你一个最有钱的人 因为社会财富聚集很有一个 有一个特征嘛 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嘛 很少有人就是年轻暴富 那也不好 就你生下来就有 因为你是船王的女儿 生下来的第一任务就是 我什么时候能摆脱这财产 他们身边全是八个保镖 很不痛快 是吧 这种人是很少的 大部分人积累财富 都是通过自己一生 包括美国的富翁 包括香港 包括我们大陆的富翁 更是这样 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的时候 他的 就是他所获得的成就 就变成一个包袱 不仅是财财富 包括他的判断力 所有的这些人 最终身边一定就剩不下好人 剩下这种人 那你就面临的就是这个官司 就是这个 而且呢 这个陈振聪一出事了 大家对风水师这个职业 就开始非常的好奇了 央集一个行业 是 你想想说这个风水师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可能现在在我们大陆这边 就是风水这个东西 还有因为老一辈 然后还在说这是封建 迷信 什么的 还不是一个好像能够完全放在台面上的事 但在香港 这是好像是一个非常 对 现在大陆人也很重视 开发房地产的 都找这风水师 要看风水 或者这个因为陈振聪这个事一出来 大家都觉得风水师都是骗子 就因为我对这个完全没有研究啊 我就在想这些算命的呀 风水的呀 包括星座的呀 他们是不是都是 其实首先有一点 他们是不是都很懂人性 就比如说这么 我相信小田田身边不止陈振聪一个人 对 可能有好多人都想提 那为什么陈振聪的获利最多 而且还走得最紧 他肯定首先都非常懂人性 他特别明白 比如说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 他什么好 他喜欢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得走进去知道人家喜欢听什么 而且你还不能说过了 对 你说过了就不成 人家也不是傻子 对 那都是人精 对呀 郑聪啊 聪明的聪啊 他这些人不傻呀 但是你看 他最后也扛不过他自己的人性 这你说 这就刚才咱说的这种 为什么他特有钱的人 他还觉得没够呢 这个是什么 咱们确实像咱们平常人啊 甭说三十个亿了 有一个亿 瞧瞧 对 就停止 我就退休了 真的 停止奋斗了 还干什么呀 享受完了 他们是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物欲啊 跟体力的身上 比如跟性欲比啊 他有一个没底 性欲是有底的 就是说你使完了劲 对 你不可能 物欲是没底的嘛 谁都 你没到那个地步 你不会设想的那么大 你比如我们现在 有很多年轻人 我看创业的时候说 想当李嘉诚 这就是胡说了 李嘉诚一开始 只想卖塑料盆 塑料花 他没想过那么大 他只是没走一步 才设定更高的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的人是容易设定一个极高的目标 但是就不容易理解 但我认为呢 有30个亿的人想象那个就变得顺理成章 因为我们都没有 我觉得有可能是 比如说你当你有 比如你当有一个亿的时候 你接触的身边的朋友都是亿万富翁了 你一个亿你就是最穷的 其他人都是 好说歹说有三个亿吧 有十几个亿的 你就会觉得 我原来在这帮人里头 我是最卑微的 他不会说我在跟那个 有几十万的人比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身边的朋友都是亿万富翁了 你说的就是我的情况 我这辈子虽然收入也在增加 但是我永远觉得我周围的人都比我有钱 是不是我也爱攀附权贵 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我觉得陈振聪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跟小田田的接触中啊 把这个 基于他这个财产 这份财产获得手的这个可能性增加了 就是他跟他有多亲密 咱们是不清楚的 外界是不清楚的 他起码觉得这事是可能的了 或者说他 他认为胜算很大 是不是 他因为他不是个闪子 假设说他这个遗嘱真的还有点靠谱 是小田田在某一种状态下 说过或者是 不管他是怎么懵还是怎么着的 有点谱 那么他他当然认为这有戏啊 而且他那个遗嘱一开始还给被鉴定为真的嘛 对曾经被鉴定为真的 就是说他这还真不是说那 当时打官司的阶段 两边都找的是国际一流的这个笔记鉴定专家呀 当时争的也是互不相当 对 所以这事我觉得真的 这个香港的这种法律制度都值得我们思考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你看 我这两天看这个三连上介绍 你应该知道就是美国这次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一个庄园里 那个庄园呢是私人的 一对夫妻在家里就是有钱 他原来是英国美国驻英国大使嘛 也是收藏了 收藏很多中国艺术 但是你说这对老夫妻 这就是说在亚洲很少 亚洲有钱的就肯定给家里人给孩子或者这些 这对老夫妻你说到最后这个钱呢 包括我的庄园 我都是献给国家充公了 自愿充公 就我要求世界首脑就用我这庄园解决你们世界问题 我给你们提供场所 他让这个财富观也是有意思 也是自己挣的钱呢 是吗 我觉得人家有钱的时间可能比较久 就自然就开放一些吧 还是是这样吗 对 西方人也不光是这个 西方人的文化观念认为财富的继承不仅仅是血缘家族的继承 更多的是社会 多好 这样的想法太好了 所以美国的一流的富翁都留下巨额的社会财富 我说的是社会财富 你比如像卡内基 像摩根 像海林顿 像什么盖利 这都有巨额的盖利博物馆 那都是盖利一生的积蓄盖利博物馆留给社会 你说咱们这个俗人就觉得他孩子也没意见是吗 有意见没用的 美国人都在这点上对子女的都是 你像比尔盖茨说就是一人给多少 给一千万美是给多少 那倒是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现在在中国住的是那种 就是当然了外国朋友 他可能比较喜欢四合院 但是你真的是要租一四合院 那也老贵了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杂院 就四合院里头的一个房子 那相对来说其实是住的不是那么好的 然后他刚刚7月4号之前 因为美国假期嘛 他就回美国去了 然后还邀请我说一块回纽约玩了 我家在什么游泳池的大房子 我傻了 我说原来你是有钱人在纽约 那真是不便宜对吧 他说不不 那是我爸妈的 我只是回去我可以住 所以人家的概念里头就是这样 我的是我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人家可能还觉得 就是我们能够住这个 我就是能够住